在座的各位牧長、同工、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請問可以聽到我的聲音嗎? 喂,可以聽到我的聲音嗎? 可以的,可以的 好,謝謝 首先我要再一次謝謝開錄者所有的同工 特別是在美西的同工 那麼辛苦四里點多就起來服侍世界各地的同工 讓我在這裡向大家 代表大家向這些老虎公高的在後台的支持 就是整個開錄者的今天的論壇 那麼我也謝謝主持人剛才的介紹 這一次陳盟開錄者的中同工的首肯 讓我們有機會跟大家透過基督教補導的系列 來思想在這個教會的福島這個領域 那麼我們暫定14次 今天我們是談到教會的福島 那麼11月16號我們會談到人生福島 12月14日談到婚姻家庭的福島 然後明年的元月份我們來談到當代福島 當代福島 那今天呢我們首先要談到的是教會福島篇 教會福島篇那教會福島篇呢 這是根據我的這一個在金陵神學院所出版的 這一個中國教會福島工作概論 中國教會福島工作概論的這個第一篇 這個有三章 第一篇是基礎篇 那麼第一章是談到福島工作的歷史淵源 以及他的發展第二章是談到基督教的信仰 與福島工作者 與整個的福島工作 第三章是談到基督教的福島工作這個人 我們看到神本的聖經 從一開始就指出神 祂是按照祂的形象 祂的樣子來造人 神在這一個双世紀第一章 第二章這邊就讓我們看到神 祂在這個所造的這一切當中 祂都認為是甚好的 但是呢有一件事神認為不好 那是什麼呢 祂說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祂造個配偶來幫助 那麼為什麼人獨居不好呢 因為我們知道三一的神 他們聖父聖子 聖靈之間有個美好的團體 那麼神因此知道 亞當的孤單 實在需要有人來幫助 對於亞當來說 夏娃的幫助 不是這個世界上任何的非情走兽 可以取代的 在我們創造主的將心設計當中 人不但需要有從神而來 那種的指引看顧 也需要有旁人 從其他的人那裡得到協助 由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幫助 是自從神造人之後就開始的 這是神的美意 在整個新約的聖經當中 彼此互相這樣子的 希臘文就整整出現一百次 無論是彼此的相愛 彼此的勸勉 互相的担待 彼此的認罪等等 在聖經的當中有二十多種 提到了二十多種 由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人與人的相處當中 這種彼此的幫助是多麼的重要 在我們舊約聖經的 希伯來文的當中 用了六個不同的語會 在米式基督教的輔導手冊裡面 就提到了 一種是談到的建議 也有用指引或是提到的分享 也有提到的是完轉的給予一些的建言 出於新的給予這一個建議 那當然也有在詩篇二章二節那邊講到說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來 承載一同商議 他們在那裡磋商討論什麼呢 抵擋神 那由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在舊約的裡面 就有相關的詩惠 那麼到了新約的希臘文的當中 也有提到的這一個 恳求、勸導、或者是提醒、警告、面職 勉勵、鼓勵、陪伴 甚至有忍耐、狠心 這一些的名詞的用法 動詞的用法都讓我們看到 神他何等的期盼 人跟人之間是不像一個孤島一樣 而是有一個互相的那種的往來 在聖經輔導入門這本書的裡面 也提到從使徒時代開始 福島就是教會靈性生活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而這個福島的功能 在教會的裡面 不是只有那些所謂的神職人員 或者是專家學者的專利 福島特別是怎麼樣能夠巧妙地運用 神的話語來勸慰、無恥 是每一個基督徒你我 都不可避免的一個責任 縱觀聖經各處的經文 我們可以看到福島方式是多元的 而基督教的福島也不侷限於單一的技巧、理論 而是需要針對每一個不同 各別的需要能夠對症下藥 在我們的教會歷史的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教會的領袖 教務的人員或者弟兄姐妹們 我們都在跟隨著主的腳踪 實際的從事的安慰、鼓勵、扶持、引導 這一些的這樣子的福島工作 一、兩千年以來 神的兒女雖然沒有福島 用福島這個名詞 但是已經發揮了 實際展開了福島的這樣子的工作 那麼在這本書的裡面 我們剛才一開始提到第一 一開始就是它的基礎篇 在基礎篇裡面 在第一章我就談到了福島工作的歷史淵源 以及它的演進 那麼可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從這個在第一節 就提到了國外福島工作的演進 那麼第二節談到了華人福島工作的演進 那麼到第三節就是談到 我們整個教會福島工作的演進 那麼因為時間的緣故 我們今天就不去提這一塊 但是對這一方面的認識跟了解 是有它的必要性 因為我們可以從人類的歷史的當中看到 特別從英國、美國 一直到我們華人的社會當中 福島工作是怎麼在那裡演進的 那麼更重要的 我們可以從教會福島工作的演進 這一節的當中就有更多的具體的實際的了解 那麼我們今天會談的重點 是第二章就是基督教信仰與福島工作 待會兒我會跟各位墓董、同工、弟兄姐妹們 一起的來從聖經、從耶穌、從聖靈以及教會的福島工作 我們來看今天我們這個主題 教會福島的這個系列 那麼在這一本書的第三章談到了福島工作者 那麼在其中我們會談到福島工作的角色 福島工作的應該有怎麼樣的資格 有怎麼樣的人格特質 他有怎麼樣的條件 以及福島工作者他會面對著多少的挑戰 那只是因為今天我們的重點還是放在信仰跟教會福島 所以福島工作者只是會粗略的跟大家有些的分享 好,那我們首先來看到在這個聖經與福島工作 那麼在這裡我們要看到三個重點 第一,聖經乃是絕對的權威 雖然如此,我們也要知道 聖經它並不是一本心理輔導的一本教科書 可是在聖經當中所提出來的人觀 人觀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希伯來文當中,在希伯來人的觀念裡面 救恩跟一字,它是這一個同意字 是同意字,二者都是神的作為 神的救恩跟神的醫治都是 那麼當我們談到平安 我們基督徒很喜歡提到平安 這個平安不單單只是指在身體上的那種的健康 也包括了人情緒上的寧靜 人際關係的和諧 更是要談到是與神關係的和好 與神關係的和好 在整個聖經的當中所談到的 這一個對於人的認識 我們有必要 以這一個聖經為絕對的權威來了解 在一般的基督徒的輔導工作者 我們與一般 基督徒輔導工作者與一般輔導工作 有一個截然不同的一個觀點 就是我們非常的執著於確信聖經的權威 我們大家都知道 唯獨聖經 是的 神在這個人類的歷史的當中 透過了自然啟示 或者所謂的一般啟示 來向這個人來彰顯他自己的榮耀 詩篇所提到諸天訴說神的榮耀 穹昌傳揚他的手段 像這一個經文大家都耳熟能詳 自從照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隨時眼不能見卻藉著所造之物 就很曉得叫人無可推諱 類似這樣子的經文 在舊約也好 新約也好 都讓我們看到有這一個自然的啟示 一般的啟示 然而除了自然啟示之外 神更是透過了耶穌基督 透過了聖經 來彰顯他的榮耀 我們也要說聖經 它並不是一本心理學的課本 心理學 在College 這一個是談到的 這一個有關靈魂之研究的一門學問 在過去兩千多年 希臘的哲學當中 這個心理學是被列在 這個哲學的跟哲學 這個神學的領域當中 對於靈魂的研究呢 是被列為屬靈的知識領域的裡面 而Psychology 它這個對於靈魂的探究 只有我們根據聖經 我們才能夠這一個真正的探求 那個什麼是神的心意 是神他的作為 可是正如聖經它不是這一個有關 去談論一本有關科學方面的文學方面 哲學方面的一個書籍 它是談到的一本救恩之書 它是談到的一本救恩之書 在聖經中的人觀 我們可以看到透過聖經 我們從事輔導工作 人觀是非常重要的 那之後我會陸續的來談 特別下一個禮拜 下個月我們談到這一個人 這一個有關人的這樣的一個輔導 那麼我們會在這方面 會繼續的深入的來探討 無論怎麼樣 聖經是教導了有關人的本質 人從哪裡來 人在這裡做什麼 人要往哪裡去 人在這個世上 人在這個世上應當有怎麼樣的生活模式 人類在這個世上當有怎樣的一個盼望 這些主題如果沒有聖經的啟示 是沒有答案的 因為只有聖經 因為只有聖經教導人 我們確切切地知道我們的根源是由誰而來 而且聖經也提供了人最佳的在世上生活的方式 就好像一個我們買任何的產品 它都會提供給你一個說明書 比如這些電器的產品 那麼汽車這些都是有一個說明書 那麼人如何在這個世界上能夠有個最佳的生活方式呢 是透過聖經 而且聖經也給了我們一個對於未來真正的盼望 那一個新天新地使得我們活在這個世上 不是一個無頭蒼蠅一樣 不知道該往何處去 接著我們特別要談到的就是耶穌的輔導工作 我們在耶穌的生平當中 看到他一生關懷人 他的三重職事 以及他為每一個輔導工作者 都樹立了那個美好的典範 大家熟悉的 《馬太福音9章35節》 耶穌走遍了各城各鄉 他當年周遊了各個的市政鄉村 在會堂裡教訓人 來教導人宣講 傳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好各樣的疾病 他看見許多的人 就怜悯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 於是對門徒說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你們祈求庄稼的主 打發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 在這裡我們看到 耶穌生平有三個工作 第一是教訓 teaching 第二個是傳道 preaching 第三就是醫治 在耶穌的一生當中 他一開始在拿撒勒會堂 他就拿起這個 以赛亞書這一段的經文 來宣告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高高我 去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才前我去宣告 貝魯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受壓制的得自由 而且宣告神願那人的洗年 在這段的經文的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耶穌所關懷的是全方位的 不單只是關心人 將來上天堂 神也關心世人 在還沒有上天堂之前 在世上的這些的生活 耶穌的這一個三重直視 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他扮演了先知的角色 他勸結世人要離開罪惡 悔改歸向真神 讓人得以與神和好 而且他也是祭司 他扮演的祭司的角色 為了世人的罪 做了那個挽回祭 他曾經受試探 肉身也受過痛苦 有過那種心痛的時刻 他能夠體恤我們的軟弱 他更是君王 扮演這個君王的角色 我們要指引率領世人 走在這一個神所喜悦的 那個道路上面 他也如同那個好牧人 保護羊群 對輔導工作者來講 我們更是要來看到 耶穌他為你我所立下美好的典範 隨便舉幾個例來說 譬如 耶穌的一生的當中 他不單是把他所接觸到的人 當作一個病患 當作一個個案案例來處理 他是與他們建立那個親密的關係 是真摯的去愛這些人 願意去了解 去尊重他們 譬如耶穌對那一個患病三十八年的攤子 他就先問他你要痊癒嗎 他對那個耶利哥城的巴黎米 瞎子巴黎米說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對於那一個長大麻蜂的 他動了慈心摸他說 我肯你竭盡了吧 耶穌作為我們每一個葡島工作者 他為我們立下了美好的典範 他與他所接觸到的人 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他讓我們看到 他來了 耶穌基督將是為要拯救這些罪人 他是接納那一些有罪的人 而不是要定他們的罪 耶穌深深的知道 人在他的心裡面 人的心裡面 就已經有那一種神的 所賦予的那個良知 好像耶穌對這一個行淫的時候 被捉拿的夫人說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從此以後不要再犯罪了 他雖然明明知道 這一個撒瑪利亞夫人 生命當中的許多的問題 但是他不是定他的罪 他反而是尋尋善誘的 引導他 接納他 這也是我們做輔導工作者 我們美好的榜樣 第三 但耶穌他也是運用了 靈活的運用了各種的技巧 讓人可以向他敞開心門 譬如他自豪的眼瞎的 血腿的這個患血漏的 這些有病痛的人 他也給這個飢餓者保足 對於那些寒冷者給予炭火 對於沒有朋友的人給予關愛 耶穌是針對每一個人不同的需要 來幫助他們 這豈不是我們做輔導的時候 我們非常非常需要的 這一個榜樣嗎 在肉身的耶穌基督 他也受到這一個肉身的限制 所以他知道他的時間是有限的 他沒有辦法幫助所有他周圍的人 但是他知道 他就是要遵行差他來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因此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非常妥善的運用時間 將精力投注於一些他周遭的人 他深深的知道 他沒有辦法幫助所有的人 所以他謹慎的安排自己的時間 有些人在他的身邊 就是在瞬間就經歷到他的大能 好像剛才已經提到那個血漏的婦人 當然也有一些的人 好像視若未堵的從耶穌身邊走過 不過對耶穌來講 他深深知道自己的有限 不可能幫助所有的人 所以他非常善用神給他的每一個機會 在世的日子做好 神要託付給他的工作 在這一個 《耶穌的心理學與治療》這本書裡面就提到 耶穌對於人類行為的模式 有那引人入聖的啟示 我們這一位 道成了肉身 住在世人當中 充充滿滿有恩典的神 他當然是那個無與倫比的主 而他也樂意讓我們接受他成為我們的主 我們的救主成為我們的祭司 我們的先知 我們的君王 讓我們這些服侍主的人 我們跟隨他的腳中而行 參與在這個關懷 我們周遭有需要人的這一個行列當中 神會讓我們發現神奇奇事 不是在新約時代 甚至舊約時代 在今天神依然會工作 我從事福島工作五十多年到現在 我靠著主的恩典 這樣子來為他做見證 有多少次多少的人 因這遇見了主 他們的生命得到了改變 就像在世福音當中 就像在使徒行傳 甚至在舊約的當中 神行的神奇奇事 在他們的生命當中 而接著我要跟大家特別的來談到 這個聖靈跟福島工作 對於剛才的這一個聖經與福島工作 跟耶穌的福島工作 或許大家都耳熟能詳 那麼我在這裡多花一點點時間 跟大家來分享聖靈與福島工作 這是我自己從事福島工作這麼多年 我們真是深深的體會到 在福島的過程當中 聖靈是怎麼樣的在我從事福島的人身上工作 是在福島的過程當中來工作 也是讓被福島的人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我最後也會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麼要達到這樣的目標 還是有一些必要的條件 在福島諮商與聖靈工作的這本書的裡面 就提到聖靈是世俗心理學課程當中 所缺乏的 我相信大家都阿們 是吧 聖靈是世俗心理學課程中所缺乏的 在所謂的世俗的心理輔導工作當中 是一個輔導者 一個諮商師 和被輔導的人 或者是受輔導的當事人之間 是他們來進行的 輔導者有系統的 根據他的專業 他的理論和技巧 來協助求助於他們的人 希望給他們的行為帶來改變 心態得到改變 這個環境可以改變 以至於對於世俗的心理輔導者來說 他們在這一個輔導諮商的過程當中 若是有這一個當事人願意配合改變 這個案好像就成功了 對於一個個案成功 很多人說 哇這一個輔導工諮商者 他是很有經驗 很有智慧的 這是一般的心理輔導工作者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要堅持一個信徒生命 是因為遇見了神 他得到了改變 是神的人得以改變 不是輔導者的功勞 是聖靈的工作 是聖靈的大能 輔導整個工作當中 神的恩典 拯救的恩典 醫治的恩典 在人生命的當中得以展開 以至於聖靈可以將人 從黑暗 從過半 從罪惡 從無助的當中得到釋放 得到了自由 而且也是在輔導的過程當中 因著聖靈使人可以漸漸的長大 成熟 磨成神兒子的形象 因此我們來看聖靈跟輔導者之間的關係 我要說聖靈是每一個輔導者 最好的個別輔導 我們做輔導工作的人 我們要深深的知道 我們自己就是需要聖靈在我們生命當中來工作 是聖靈給了我們安慰、鼓勵跟提醒 我個人的座右銘就是保羅在 尤尼多前書15章那邊所說 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是我們每一個輔導工作者 我們是神聖靈的工作 而我們在從事輔導工作的時候 三一的真神與我們同行 與我們同工 陪伴著我們 幫助我們 我們在從事輔導工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突破各種的困境 不容易 在這一個友誼 輔導這本書裡面 提醒我們 輔導者必須牢記 在助人歷程的當中 不是我們負責 是神在負責 是聖靈在負責 唯獨聖靈所赐下的智慧能力 才得以成為有效的輔導者 不是依靠勢力 不是依靠才能 唯有依靠神的靈 方能成事 作為輔導工作者 我們要時常的提醒自己 在整個輔導過程當中 是有聖靈的工作 我們需要依靠 聖靈的智慧和能力 好叫我們可以有效的來幫助人 是聖靈會賜給 依靠他的人 那個屬天的洞察力 所以在我們輔導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能夠 因著聖靈使我們可以在人的各種痛苦絕望 或者是失望沮喪的當中 又從聖靈而來 只叫我們說當說的話 聖靈也會叫我們想起主所說的話 想起聖靈當中的教導 我不曉得多少次在從事輔導過程當中 真實地經歷到聖靈 是先在我個人生命當中來工作的 更何況每一個輔導者 我們也會落到軟弱的光景 我們有的時候有過多來自外界的 給我們的期望壓力 使得我們自己都幾乎平臨 那個崩潰 感謝神 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叹息 來替我們祷告 聖靈照著神的旨意 為眾聖族祈禱 把我們的需要帶到天父的面前 所以我個人雖然從事 輔導工作這麼多年 我非常的感恩 有聖靈的能力 使得我可以持續地參與在 這個基督徒的 基督教的這個輔導工作當中 再啟示 在聖靈會在輔導的整個過程當中 接著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是有聖靈在那裡工作 我們曉得人與人之間 無論是受輔導者跟輔導者之間的溝通 是雙向的 是把這一個思想 這個抽象的這一個念頭 轉化成一個符號 然後成為一個message 成為一個信息 這個信息呢 這個符號再轉化成 那個對當事人來講 有意義的這樣子的一個意念 而當事人聽到我們跟他的這個對話 這些的符號之後 他又轉化成 他表達出來的這一個信息 傳達給我們 那從基督徒的角度來講 我們每一次彼此的分享 是神在我們當中 接著聖靈 接著聖靈的感動 帶來的奇妙的作為 那很多人會說 那些非基督徒 我們跟他們勾動的時候 聖靈也會在他們心中工作嗎 會 聖靈會 只要我們依靠聖靈 我們為這一個還沒有信主的人 為他們祷告 我們可以看到 聖靈也在他們的生命當中來工作 對於我們來說 在整個輔導過程當中 這個被輔導的人 他們在過去的年歲當中 很可能已經精疲力竭了 他們已經有很多次的 這一種的努力 卻失敗了 在 可是 在你也能幫助受創者 這本書的裡面提到 當神的子民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掙扎的時候 聖靈就是在工作 他會在他兒裡的生命當中 來工作 我們可以透過勸誡 像Jay Adams所提出來的 這個勸誡的功能 讓人可以在聖靈的光照之下 畏罪畏畏畏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而我們在補導過程當中 也可以求聖靈來安慰人 讓聖靈能夠因著 他的工作 帶給人所需要的 當事者 他所需要的安慰 聖靈的安慰 絕對不是膚淺的 一致表面的關懷 而是讓人在深深為罪為義 自己責備自己之後 能夠有從十字架而來的 平安和喜樂 更是有神而來的鼓勵的力量 我們大家都知道 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受輔導者 當事人 他如果沒有改變的那個力量 單單有這種的思想決定 可是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具體和實際的幫助 只有讓他們與聖靈聯合 有聖靈的內住 才能夠再重生 才能夠經歷到 重生之後 而有的那個生命持續的更新變化 至於要怎麼樣來達到這樣的目的呢 怎麼樣達到這樣與聖靈同工呢 那麼必要的條件 就是我們做福島的人 我們自己先要依靠聖靈 我們先要運用聖靈的恩賜 以及聖靈所啟示的方法和技巧 更是讓我們依賴聖靈 在對方的生命當中帶來改變 而且是長遠的有果效的這樣子的改變 帶來決定性的 帶來決定性的扭轉和改變 在探討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就強調 在福島過程當中 若不認識聖靈 忽略他的作為 沒有順服他的引導 一切的福島工作 不過是規條式的行為自救 最終由於沒有聖靈的生命及能力而至絕望 所以我相信大家因此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認知 在福島過程當中 我們要依靠聖靈 而教會就是神今天在這個世上 這個來與他同工 來幫助來關心有需要的人 你我我們都知道每個人都有需要 那麼教會就可以發揮他一定的功能 來關心這個世上有各種困擾的人 包括我們基督徒在內 我們有的時候也會有靈性方面的這種軟弱 不成熟低潮 沒辦法突破 就是十分熱心追求的愛主 侍奉主的基督徒 我們也不可能保證自己 永遠是穩行在高處 而基督的教會 就是一個肢體彼此相顧 讓一個肢體若是受苦 所有身體就一同受苦 若一個肢體得榮耀 所有的肢體就得快樂的這樣的一種情況 很多的人他們都有這種相似 就是滿臉下知己有幾人 沒有那種深度的這樣的關懷 而這就是教會可以扮演的 我們在教會的當中 我們可以在教會的這個體制的底下 他過得神所應許的那個更豐盛的生命 以及那個永生的盼望 教會的功能 在這個聖經福島與地方教會的這本書裡面提到 我們不可以把福島 視為每周一次的神奇時光 或者一個獨立於教會之外的事工 福島是整個地方教會事工當中 不可缺少的一環 因為他造就了說明了信徒你我 我們朝著越來越像恩主 我們救主的這個樣式來前進 在教會的當中 我們可以相互的幫助彼此的相愛 使我們能夠成為神在這個世界上 可以用的一個器皿 初代的教會是如此 他們關心這一個有需要的窮人 孤兒寡婦失業貧窮的弟兄 《聖經雅各書》也提醒我們 不可以對有需要的弟兄說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因為你吃的飽穿的軟 愛心關懷不是只有在口頭上面 而也是在實際的物質上面 心靈上面信仰上面 全方位的給予人關懷 如果我們的教會能夠注意 在這個宣講福音 見證福音之外 我們能夠擴大範圍 去關懷我們的小區 去關懷我們的鄰居 關心周遭的長輩 照顧孤兒寡婦 能夠幫助教會的會友 有個幸福溫暖的家庭 那麼這個才是基督的教會 神留我們在這個世上 還有一個極大的目的 教會 雖然它不是在解決人 所有的心理情緒上面的問題 但是教會 我們的終極的目的 是要透過輔導工作 這個媒介 我們用言行舉止來見證基督 整個基督的身體 可以有四方面的輔導功能 一個是醫治 有醫治的功能 第二是扶持的功能 第三是引導的功能 第四就是修補破碎的人際關係 這樣子的功能 感謝神教會 因此與神同工 我們可以發揮神給教會的恩赐 使人可以得到更美好更豐盛的生命 所以我也在各地鼓勵教會 除了一般傳統的工作 例行的工作之外 我們應該有計劃的來訓練 牧者、傳道人 成為有資格從事輔導工作的人 而且在我們教會的當中 我們也征選一批比較成熟的 有恩師的信徒 來接受一些基本的 有效的輔導諮商技巧 那麼在一些大的教會 或者是鄰近的幾間教會 我們可以考慮設立 這一個基督教的輔導中心 能夠有一位或者數位 這個輔導員 來負責輔導的 這一個工作的拓展訓練 也是非常的好 那最後我要談到輔導工作者 應該有的一些基本條件 那是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很簡單的 我就提到 就是一個輔導工作者 基本上他自己是一個 有聖靈更新的生命 有主耶穌同在的生活 向著主耶穌的那個品格 以及與主同工的侍奉 並且他需要在聖靈上面 有一定的裝備 我們都曉得 在今天輔導的工作 是非常的需要 那也有很多弟兄姐妹 也有這樣的意願 可是往往因為沒有真正的了解 輔導工作是相當耗費精力 也是一個很艱難複雜的工作 我們不是只給人一些建議 協助他人解決困難 不但是如此 在輔導過程當中 輔導本身往往也會受到很多的挫折 在面對許多受傷的人時候 我們往往會感覺到無能為力 甚至有許多的輔導 本身就有嚴重的這種代卷 心力憔悴而走不下去 所以在這個參與輔導工作的人來說 我們自己也要很小心 不要捲入別人的問題 我們自己的穩定性 我們個人的家庭的關係 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更要避免那種過度的好奇 或者對性方面的刺激、洩漏、機密等等 屬靈層面上面的問題 所以在投入輔導的行列當中 還是應該對這方面 有一定的認識跟了解 我特別引用這一個 良友聖經學院的 他談到輔導者的條件 第一個他就提到 輔導者的人品非常重要 要評估教務輔導 不只是看他的學歷 更重要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教務輔導者的為人品格特質 這些當然很重要 他的依個人的價值觀 他的言語行為 都會影響了他這個助人的工作 我們常說 人永遠比工作重要 當人對了 自然工作就對了 在神的家中更是如此 我們需要有和神心意的工人 才會有和神心意的工作 所以輔導者的人品是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良友學員也建議 這個輔導者應有的一些聖經知識 人際關係 這些屬神的智慧 對人有善意 充滿愛心 並且自己對神是一個有盼望 而且能傳遞盼望的人 最後他們也提到 教務輔導一些聖經的原則和要求 譬如他必須是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或者是一個教務同工 他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人 人有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他需要有好的榜樣 也對於屬靈的操練 對於神是有經歷的 有一個正確的自我價值 對於神經的知識 相關的輔導知識都有相當的認識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有個正確的動機 就是為了能夠成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 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是福音最後到約翰福音二十一章 耶穌問彼得說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作為一個輔導工作者 我們首先需要有對神的愛 是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讓我們想一人為眾人死 我們眾人都死了 叫我們現在這些活著的人 我們不再為自己活 而為讓愛我們 為我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 我們感謝神 讓我們可以今天在神的恩典當中 我們可以一起的來學習 來看信仰跟輔導 教會的輔導之間有怎麼樣密切的關係 我們怎麼樣運用聖經 有耶穌基督的榜樣 依靠聖靈的能力 在教會的當中 我們來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輔導工作者 那麼今天因為是第一堂 所以我們以理論為基礎 從下個月開始 我們就會談到人生輔導 婚姻家庭輔導 以及當代輔導 在那裡我們就會 所以根據今天的這些理論為鋪墊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個 如何實際的與聖靈同工 來從事教會的輔導工作 在這邊 一定要有這樣的 以及在那裡 我們會見 你們在這種事 我們會來看這一個 什麼? 我們會去記錄